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2024白玉兰入围名单,养子争议最大,胡歌获江二封世帝。 近日,白玉兰公布了入围名单,立即登上热搜引起了诸多争议。 其中,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丁永代、范伟、胡歌、王仁军和王阳。 这里面王阳的争议很大,不少人觉得虽然王阳在追风者里表现不错, 但这个巨男主是王一博。 若是王阳提名最佳男配,估计就没那么大的争议了。 目前,王阳工作室评论区已经沦陷,不少王一博粉丝跑去评论, 质疑他为什么要报男主而不是男配。 其实,丁永代也不是难来北往的男主, 这部剧男主是白静庭,但是提名的是丁永代,或许白玉兰真的不看番位吧。 在这些入围的男演员中,胡歌被很多人看好,这是他第五次提名白玉兰奖了, 曾凭借狼牙榜获得过这项荣誉。 对于这次的最佳男主角,不少人已经在预测压宝胡歌,推测他二风势地, 毕竟繁花里他的精彩表现被大家看在眼里。 此外,最佳男配角入围名单也公布了,分别是陈明浩、董勇、董子健、廖帆和宁礼。 比起男主角的入围,男配入围争议比较小。 但是,最佳女主角入围的争议更大,网友们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, 入围的女演员分别是任素希、唐嫣、延妮、杨子和周迅。 这里面杨子的争议最多,因为她通过长相思入围,古偶被提名, 让很多观众不服,从而质疑评判的标准。 甚至有网友发起了投票,让大家来选提名最水的演员,杨子票数最多,段层拿到第一。 事实上,白玉兰奖以前就提名过古偶,包括《公步步惊心花千古》、《三生三世》、《十里桃花》等等。 除了杨子,唐嫣的质疑也有很多,不可否认她在繁花里演技进步很大,但唐嫣是三番。 居然也能提名女主。 而且里面的马依黎和辛子蕾,表现也很出色。 不少网友替马依黎抱不平,认为她是遗珠,作为繁花女主,马依黎在剧中演技自然生动,不被提名可惜了。 同样让网友觉得是遗珠的还有琉璃父辈的荣耀和漫长的季节。 刘琳在里面的演技都无庸置疑,她没入围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男评。 值得注意的是,刘琳被白玉兰奖卡了一十年了父母爱情,知否隐秘的角落全都无缘,着实可惜。 再来看入围的女配角名单,分别是陈冲、范田田、姜妍、霓虹杰和宋佳。 这里面范田田算得上是黑马,她的入围让人出乎意料,在此之前很多网友猜测的是辛子蕾。 她在繁花里扮演的李李非常出圈,令人过目不忘。 在这些入围的名单中,关于最佳女主的人选,大家意见不一,很多人猜测唐嫣得奖的可能性较大。 马伊黎琳琳没被提名,说不定是在给她让路。 当然,一切都是推测,毕竟入围的任素希,严妮也都是实力派,角逐激烈,唐嫣不一定就能得奖。 此外,就电视剧入围的名单来看,追封者不完美受害人,难来北往父辈的荣耀繁花等多部作品上榜。 其中繁花可谓是最大的赢家,包揽了白玉兰的所有奖项提名,包括最佳电视剧,最佳导演,最佳编剧等等。 总之,这次的入围名单,挺令人意外的,提名及肯定,恭喜入围的演员, 不论最后获奖的是谁,都希望能继续努力,再接再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